疫情日记 3月19日,星期四,大雨 记忆很短,思绪很长 虽然窗外的雨水打在地面的声音颇为精髓 我的心事纯重,却和远处的山巒一样萌萌 雨水像在争纷夺秒般 把一切嘈杂和喧嚣都冲刷 盼望着,能随雨水冲走的 还有着烦躁下的心情 疫情中的恐慌,虚伪下的偏见 泡上一杯苦咖啡 好久没有这种闲情乐趣的独处时光了 虽然自己一个人在家 可是有我惦念的,会惦念着我的家人 一想到他们,心里甜甜的 配上咖啡的感觉,刚刚好 这两天,我再阅读一本叫《时日谈》的写实短书 主要描写672年前欧洲的一场史诗级的大悲剧和十个人的逃生 故事的背景是在13世纪 意大利的波罗伦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黑死病瘟疫 这场病死了10万人 后来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 8000万人因此丧生 然后有10个平民躲入郊外 家里窝着,三个月没有出门 像极了现在我们的半封城 或者说是居家隔离 这些人如何度过这三个月的呢 他们靠着每天讲故事,去打发10日 三个月下来讲了100个讽刺《时日时帝王》当权者的故事 在当下的情况读起来 颇有一种感触良多的感觉 3月20日,星期五 今天看到新闻讲述关于尔曼华人自保互助群的事情 也就是华人武装皮卡,华人守望相助群的事情 这些群的成立,基于华人社区 大家对最近疫情期间的安全问题非常担忧 担心一旦发生大规模针对华人的仇恨暴力事件 光靠警察可是来不及的 担心遇到罪案报警 如果疫情期间出警慢,歹徒得手该怎么办 所以出现了各种拿起枪,集体自保的民间组织 他们呢,还有详细的救助流程 这件事让我不禁联想起1992年 造成2000多人死伤的洛杉矶大暴动 那么产生这些仇恨暴力事件的根源是什么呢? 到底是偏见、歧视和制造煽动这些偏见歧视的人和组织? 我就想说两句话 一,团结很重要 二,shut down haters,停止歧视 3月21日,星期六,阴天转晴 人生不可能总是顺心如意 持续朝着阳光走 影子就会躲在后边 虽然刺眼,但却是对的方向 只要坚持想着阳光的方向努力 哪怕是经历风风雨雨 昂首挺过去的你 会发现阳光下的那抹亮丽的彩虹和生活中的种种美好 花开随喜 雨落不惊 拥抱阳光 保持微笑 3月22日,星期日 阳光明媚 下了好几天的雨 因为半封城状态 也无法至远处 只好来公园溜达溜达 雨水洗涤过的天格外的蓝 空气清新 花木如洗 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气息 和花草的清香 我的好心情也随之在微微湿润的空气中酝酿 漂亮的大果树和青草地 树叶很盛 草地很绿 娇艳欲低 枝桃挂着的 是春天里的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这次疫情呢 也让全世界 整个人类的生活节奏都放缓了 公路上不见了拥堵的车流变少了 城市里忙碌人群匆忙的脚步声变轻了 大自然像是在用某种方式提醒了我们人类 敬畏自然 保护生态 珍爱生命 关怀家人 作为星辰之子的我们 也不过只是宇宙中 一粒渺小的原子 看起星起星灭 历经变幻沧桑 宇宙的能量是永恒的 自然生态的法则 也是有迹可循的 希望这次我们这些小原子 能够尽快地越过疫情的劫难 生命无常 疫情无情 唯有爱和信心可以永存 这次一伙重生之后的世界 应该会大不一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